今天是复活期第七周的星期一 也是我们所做的旧日经历的第四天 在今天的第一篇渡景 《宗徒大石路》为我们所挤载的 是阿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 暴露周边的高原地带 来到了厄夫索 厄夫索是一个重要的大城市 遇到了几个门徒却是若亥的门徒 在这里所记述的就是若亥的门徒 也融入了初期教会的这个团体 当像他们说了 连圣神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的时候 也清晰地向他们说了 若亥所收的洗礼是一种悔改的洗礼 他们不说阴阴阅阅了 他们清晰地记住着若亥向他们所表达的 在我以后要来的哪一位 那么保禄给支给了他们要来的哪一位 就是支着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听了就因着耶稣的命结束了洗礼 其中他们这是以十二人为主 也提现出了一种和谐的共荣 若亥的团体融入了耶稣的团体当中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若亥福音 若亥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的临终一眼 接近微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若亥成熟于 几近一个十几的时候 若亥能够会议起 跟耶稣跟自己的师父相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的这些态度 他真的很受感动 一般的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就是说 耶稣向门徒们说 可是今天的渡经里边就提出了 门徒们对耶稣说 这已该他的这种习惯性了 那么门徒们向耶稣所说的 是门徒们自己的真实生活吗 其实我在梦想这段读经的时候 不是说门徒们有那种虚情假意的 如同鲁达斯在挖踏厅的时候 跟耶稣说 主啊难道使我吗 因为鲁达斯那个时候 心中已经有了鬼 所以说他自己虚假的 在耶稣面前说这些话 而在今天门徒们对耶稣说 你看 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 写了这么多的契机 甚至说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自己现在真的知道了 你无所不知呀 不需要有人证明 你是不是天主 但是我们自己现在相信 你是从天主来的 门徒们说了 他们相信耶稣是从天主来的 耶稣这时候都发问他们 你们现在你们信吗 这是一个带 意义问的 语句 你们现在信吗 这一句信呢 耶稣并不是签子 若往会议起自己的师父 说说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或许是很上甘的 说着这些话 很痛苦 忧伤的说着这些话 但是仍然在孤立着门徒 仍然在劝慰着门徒 仍然在煎熬 去安慰着这些门徒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看事后来的 而且已经来的 事后来的 而且已经来的 那么门徒们是什么样的门徒呢 就是下边向我们所说的 被驱散了 有的抛弃 有的被叛了 有的否认耶稣 有的软弱 这都是门徒们的态度 门徒们的态度 宣讲耶稣是需要有勇气的 需要有圣神的 我们个人的心智无人坚定 如果我们有天主圣神的力量 面对危机 面对迫害 那么我们都会刺赛地奔走 即便是现在也是一样 任何一个宣道者 他都不能够张狂地说那些 勇敢的这些话 勃动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 说哇别人都背叛了你 我也不背叛你 耶稣说 今夜你就要三次否认 看看耶稣 说的这些话 与其里边所带着的这些伤感 并不是一种谦责 而是知道了这个世界 他自己亨度的诡计 以及认得软弱 所以耶稣说了 你们就要被驱散 隔人会到自己的地方去 撇下我独自一个人 其实并不是我独自一个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天父 时时刻刻与耶稣在一起 佩服了耶稣 耶稣并不孤独 而耶稣 所说的这些话 若忘在自己老年的时候 会议起来 让自己真实地看到了 教会当中的 宽恕 慈悲 包容 耶稣那个世代 耶稣的十二个闷徒当中 有软弱的 有背叛的 有否认的 有处来的 耶稣先弃他们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么耶稣那个世代有 我们这个世代有没有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时候 仍然会有 教会团体 或者是教友 或者是说教会的领导人 他们在这个团体当中 面临着这个世界 给予他们 耶军的考验的时候 他们也会害怕 恐惧 四三的奔逃 我要搭击 牧人 羊群就要四三 就真实地看到 耶稣 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确实是 存在着这些的危机 耶稣说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 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聘 耶稣所给予的 并不是谦责 并不是 怒斥他们 你们家里啊 都要出卖我 你看看 耶稣 面对 出卖自己的乳搭死 因亲吻力来 问候耶稣 耶稣却说 朋友 你看看 耶稣为什么不说是 叛徒 滚开 谁接受你的 承认 耶稣没有 耶稣 却仍然地 向他们说 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 在世界上 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弃 我已经展胜了世界 这是耶稣 给我们最大的勇气 耶稣已经展胜了世界 我们凭着我们个人的力量 睡也展胜不了世界 未有在圣神内 未有来自圣神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去宣讲 我们才能够去佐证 我们才能够使 教会 走向世界 从加利利亚 巴黎斯坦 甚至罗马帝国 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都是需要 这都是需要圣神 在祈求圣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 教会 需要圣神 圣神是教会的灵魂 如果一个人 没有灵魂了 就是驱赶 私事 同样 如果我们 有圣神 却把圣神 这个高贵的客人 囚禁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之内 以天主的圣神 成了囚徒 为什么教会出奇 那么样的祸魄 那么样的勇敢 那么样的坚强 就是因为圣神充满 难道我们这个世代的圣神 不存在了吗 不是的 而是我们把圣神 禁锢在我们的信仰之内 把它囚禁起来 我们只是以为 拥有了圣神 让我们 去遵守 论理法则 去遵守 天主的世界 却忘记了 更大的 教会的慈悲 天主的爱 所以让我们自己现在 去包容 去走近 去接纳身边的 分离的兄弟姊们的时候 我们 都有一些 称见 都有一些水分 都有一些低时 这些 不是来自于天主圣神 天主圣神 是爱 是喜乐 是平安 当我们做的 每一件事情 能够给我们 带来平安 带来喜乐 能够让我们 用爱的行为 去走近别人的时候 我们便 扮演了 圣神的工具 所以 圣神是教会 活跃的 主要因素 我们 在这 旧日 敬礼当中 想一想 我们 显在的 教会 显在的信仰 甚至 显在的 领导 教会的 这些 神父呀 主教呀 高层 人呀 是 当 某一个团体 过出爱 过出包容的时候 我们 接受不了 但是 也不是说 让我们自己 放弃 我们自己的 原则 放弃 我们自己 在信仰之内的 喜乐 一片 你比如说 假如让我们自己 放弃了我们自己 初心的时候 那我就感觉到 良心不平了 一八年教宗 给我们的 临时协议的时候 告诉了我们 要跟着自己的信 当然不是说 我们自己 歪歪歪歪的 是真理的 标准 不是的 我们都要跟着 自己的信 当我们跟着 自己的信 走的时候 我们不要在团体当中 制造冲突 制造矛盾 制造不付出 即便是说 我们自己 接受不了了 我们也可以 暂时地 冷静冷静 观察观察 看看教会的走向 我们也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胜负自己的态度 也是这样 不会在我们的 地方教会 另一派 攻击另一派 你们对了 我们错了 我们对了 你们错了 不忽悔 因为圣神的过失 是喜乐 是平安 是爱 如果有了供举 如果有了职责 那都是来自于认为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 真的需要圣神 真的需要 圣神的带领 引导 但是 我们也不要 自作聪明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拥有了 全部的圣神 全部的真理 谁也不能够 这么张狂的 去说 若往在 万年的时候 会议起 耶稣 跟闷徒们之间 面对的一些 出卖者 否认者 软弱者 叛徒的时候 耶稣告诉了 我不会 撇下你们 独自 独自一人的 我会天天 跟你们在一起 我现在去 为你们 原是有益的 我要为你们 派遣 护卫着圣神 他赖了 要引导你们 一切的事情 所以作为 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想一想 耶稣对我们的 信仰 放心吗 我们也在 耶稣面前 主啊 我知道你 我相信你 我跟随你 耶稣对我们 现在的标白 放心吗 因为我们 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更不知道 深厚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 你还承认 自己的信仰 很坚强吗 所以 我们在 这台密撒圣体当中 应该 祈求 圣神 帮助我们 战胜世界 帮助我们 在人前 为耶稣 为真理 作证 好让我们 接末片刻 进入今天的礼仪